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男人在第一次排精的时候 想的是什么 知道吗 这个时候脑海中的想法 会影响男人一辈子 现在 让我们看几个真实的倾诉 一 我设出的是不是零八夜 还记得我上初三那一年夏天 忽然之间 那一晚 我翻来不去睡不着 身体燥热 坐立不安 心里面乱乱的 想做点事情 但是又无事可做 毫不容易来到了后半夜 刚刚进入梦乡 忽然下身传来一阵剧烈的抽动 然后有东西流出来 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释放感 身体似乎舒展了下来 但是 我心里面依然不放心 怀疑自己是不是流血了 我用手摸了一下 发现并没有流血 只是一团黏黏糊糊糊的东西 第二天 我想了好久 终于想明白了 这可能是零八夜 当然 这是错误的理解 而我明白这是经验 是在射精的时候 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二 我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记得那时我刚上初中不久 有一天 坐在沙发上的我 忽然发现 自己射出了白色的粘稠液体 当时的我十分惊讶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 我应该是具备了某种特异功能 当我对小鸡鸡施展适当的爱抚之后 就会有白色的液体喷出来 这算不算特异功能 我想一定是的 后来 在外婆家 我还特别神气地把自己的特异功能展示给表哥看 表哥瞪大了眼睛 也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 惊讶了好久 他才似有所悟地说 你这算不算射精 现在想一想 还是表哥说得对 如今 我快40岁了 和表哥说起曾经的特异功能事件 两个人还会忍不住笑出来 然后 为了特异功能 沾一杯 从这些描述中来看 男孩子到了12 13岁 在上初中前后 就可能迎来人生中第一次射精 这本来是身体发育过程中 值得庆祝的一件事 但是 由于性教育的缺失 太多的男性在这个时候没有心理准备 他们没有办法问自己的父母 也不敢问老师 只好自己猜测 胡思乱想 而这样的状态又是危险的 要知道 男性第一次射精对性心理发展 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经历会伴有不同的情感反应 不同的情感反应 比如紧张 羞涩 困惑等 会长期保存在性活动中 影响男人一辈子 这个时候的男性 就像需要呵护的树苗 应该被关爱 可惜 应有的关爱太少了 曾经有一位男性养伪患者 经过检查 发现身体没有任何细致性病变 后来经过询问 这才知道 在他第一次射精的时候 被爷爷亲眼发现 爷爷觉得孙子必然看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于是大声训斥 孙子不要脸 败家子 脑袋不干净 结果 从那以后 这位男子就对射精这件事怀有特别的感觉 既知道不可避免 同时又充满负罪感 一直到婚后 他对夫妻生活也表现出了淡漠 出现了阳尾现象 好在 经过心理疏导之后 病情好多了 所以 就像女性忘不了自己的第一次一样 男性的第一次排经 也是终身难忘的 他对健康 尤其是心理健康的影响 特别重大和深远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话题 作者简介 文君然 国家级健康管理师 资深医学科普传媒人 中医养生学 两性医学研究者 个人微信公众账号 SIVENS2014